大家好,又是我东少 今集想继续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在香港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网上看到英国的楼 或者了解一下它当地的市场 楼市场的情况 上一次我们讲过这个Gumtree的网站 今天我想再介绍另外一个很好用的网站 就是Superior 大家马上看看到底是 那网是怎样的呢? Superior 其实我以前有这个搜索的 .co.uk .co.uk 你记住这个网 它那个版面就是这样的 我想说 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是怎样租屋 其实我是经这个网租屋的 我不是Gumtree的反而 也就是了 其实我想如果大家对于租屋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认识的话 就是说在英国租屋没有什么认识 我建议你看了Gumtree的那段片 先 因为那段片讲了很多一些基本东西 今天因为我不想再重复讲这些基本东西 这些是有得卖的 有得卖的 有得看的 你可以自己按来看看 那这个网我估它应该是 专门就是用来是 给一些人是 买楼啊 买楼啊 租楼的 这样 那其实搜索版面呢 和Gumtree有点像的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它就是 比较适合你去 比如我假设你在香港 你完全没有概念 到底英国的楼是怎么样啊 多少钱啊 大约 情况是怎么样呢 你用这个网做开始是比 用Gumtree好的 因为Gumtree太多东西了 五花八门 但是这个网呢 它有很多东西是 说得很详细给你听 还有它会告诉你 每个月的 你每一个月的支出 它会帮你计算 大约是怎么样 大约 estimate 那跟着它会有很多 其他详细的 比如又可以比较一下 不同的 那一区这一种楼 不同的人放盘 是大约多少钱啊 有市场走势啊 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其实挺好的 那 那譬如因为之前有位观众 他就说想看一下 譬如300磅可以租到什么楼 那其实我们可以就 这里最高的 月租就300磅 那我们譬如 因为我之前说过就是说 如果你想譬如用百多磅呢 都有可能租到一些shared flat的 那其实可以看看的 真的 那譬如100磅才算啦 每个月 那 有几间房子 那我不限制先 我看一下以价钱来search Property type 你都可以是show all先的 那他和金柱一样 你也可以打 譬如说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住哪里的 我不知道是伦敦好啊 曼琛斯特好啊 还是过去Edinburgh好啊 还是怎么样 你不知道的 你可以打 或者譬如你想隐居的 你可以打UK 所以它是整个英国会 塑造出来给你看的 mesearch mesearch mesearch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有很多result 出来啦 其实跟昨天一样啦 跟金柱一样啦 如果你在金柱一样啦 如果你在金柱一样 你看到一个超过一天的广告 其实你可以是skip了它了 已经 因为我想已经是被其他人租了 那这里呢 也都是 那你留意一下啦 那就是什么时候 他日期是什么时候啦 那他这里有写just added 那就是说应该是刚好才放上去的 没多久之前放上去的 那这些呢 就真的我想真的可以给你租到的 那就可以看看啦 譬如这一个呢 就是133磅 每个月的房 那这个看起来像是shared flat 这个 因为没理由这么便宜 对啦 shared accommodation 就是说是shared flat 又是分租啦 一间房 一一间屋分租啦 那其实就 你可以看啦 譬如他那些都挺是正的 整到好像 那他的外皮就是这样的 那就是啦 共用厕所啦 是吧 就是它是怎么样呢 三间房 共用一个厕所 它有写的 其实 那接着呢 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这里又可以看的 有个地图看的 原来这里来的 那近不近伦敦呢 伦敦就在这里 伦敦以北某个地方 那附近有没有火车站啊 那看到啊 有啦 有火车站啊 那么大个标志在那里 大大个火车站 其实是近火车站的 这个地方 你走一条街 走一条大街啦 那这样 都算近的啦 英国来说 那好了 那看看吧 什么时候可以啊 租啊 即是5号 10月5号 那就是 其实就可以即时了 是吧 那就可以看其他的 比如呢 就是 他是Fernish啦 有傢俬啦 其实看图都知道 有了床啊 有了成的那样 那他个 他的厨房就应该都有的 我估计 厨房也应该有的 他好像没有拍厨房 很遗憾 所以这些叫看楼咯 你如果 你如果找楼不看楼 不当地去看呢 其实真是死硬的 跟着呢 就说很多东西啦 那就是 这个EPC 这个EPC 昨天有说过就是 这个能源效益啦 那间屋的能源效益 是多少啦 那我住这里呢 就好像不知道C还是D 我又不记得 那一个月都交了 几块钱的电费啦 那他这个E和F呢 那这间应该很贵啦 我想说 应该都是旧楼来的 应该就 就是 我想大家要 磨包要出血啦 如果这里 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计算了 那个 电费给你啊 因为SharedFlet 他说 你可以自己看看啦 这个 还有呢 我想说 有一样东西想说 就是 如果你真是想 这一间OK啦 觉得这间OK啦 可以短暂逗留啊 或者是 嗯 这个都不错 想和大家一起 想和其他人一起 分下床 分床一起睡 那你就可以找这个Agent了啦 那就是这个啦 这个啦 狗狗空啦 那就是他的电话 那你可以打电话给他啦 那其实最好 我觉得是 比较好就是email的 因为通常 你email呢 他都有反应的 还有 你email那里呢 他会给你按下 那些slot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可以 去看楼啊 那些时间啊 比如是 平日的 几点几点 他可以给你按的 那你按完呢 那对方知道呢 那他就可以约你看楼了 是经email 那样 那电话都可以 那你可以自己试的 这些 那就是 是的 这间大约是这样啦 那譬如 可能我们 譬如 因为 有些观众可能会说 喂我300磅 譬如 我这样看 这一间都挺笨的 280磅 在哪里 可以这样去看一下 just added 就是 可能是有的 那 看看 那有一间 有个厅 看它像厅 有厅有房 这个真是一房 原来300磅真的有一厅一房 哇 这个 这个 有洗衣机 有这个焗炉 有雪柜 还有微波爐 我这里也没有微波爐 应该是独立厕所 那就是 那就是 one bedroom one bathroom 看上去就是这样 真是 一间 一间 一个单位 一个正正常常的单位 那就是 看看地图 那 那么 近不近这个车站呢 就不近了 看来似乎 真的是 各校可能要走一段路 车站在这边 在这边 所以才这么便宜 还有呢 这间屋 我看一下它 是多少楼啊 啊 它有写 它有写 首先 是真的有傢俱的 first ground floor 我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 因为它一来不近 不近这一站 二来呢 它是在地下 地下是什么问题呢 我跟你说 通常可能 它的平房 两至三层高 那如果 我假设上面那层呢 它没有铺地毡呢 其实上面那层行路 是很大声 你是听到的 你知道吗 很多英国的楼是这样的 它铺的地毡就好些 我这里呢 就真的是 楼上行路也听到的 楼上狗肺也听到 楼上 它是四只脚 人是两只脚 加起来是八只脚 这样呢 平时是这样的 我想说 所以呢 为什么地下会便宜一点 就是这样 这个看下大家 喜不喜欢 那另外呢 就是看看 这个呢 它说你会有一个很快的网络 哦 200Mbps 200Mbps来说都算快的 其实在英国来说 那 如果你是申请电话的网络的话 那其实电话网络公司 它上网有一体 它有覆盖率的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 所谓的网络呢 其实都准的 它说得 那我猜它可能是在 讨论中 这个电话网络 因为其实我想 英国 我不知道伦敦是怎么样 那可能伦敦 你有固网都不定 那我现在暂时 猜它这个应该就是 它其实有这个 source 你可以自己上去看 那我自己看 就 我自己暂时 我的经验呢 就是 你那个电话网络 他在说 那 其实呢 金栖 不是金栖 还金栖 Supia 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还有 就是它可以给你看 这个同行的价格 market stat 它说呢 这区呢 就平均一房来说呢 就是459磅 一个月 那你还可以看图表的 比如这一区 其他又怎么样呢 那你也可以自己参考自己看 那譬如如果你买楼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参考的指标 那另外呢就是 还有一个 很好用的 就是 它到第一个月 大约它会帮你计算 开支是多少的 那这里呢 有看 那 租金就是280磅 每个月 那他这里有说就是 电费就是47磅的 那他其实没有说 好像没有说是Banggy 他那个 那个电 他没有说 他说得很简单 我想可能要问 就是他这个都是大约估计而已 那他交水费 水费就是28磅 那样 那也挺贵的 280元一个月 那Council Tax 那Council Tax 这个 哦原来这个伦敦 不是 利米浦的Council Tax BNA 就是117磅的每个月 就是1,170元 那其实算起来就是 这个472磅了 那这样 那整条数是这样算的 那其实 我想Touncil Tax 这件事呢 其实不同地方呢 是有不同的收费的 那就是 我就 我这里就 没那么贵的 便宜很多的 那 那我想这个 也都可能是你找 什么区的一个参考 就是 你可以想一想 那 那 那 就 是的 叫做application form 就是这个 申请表 就是好像你 哇 他更烦 烦过你找 烦过你找 烦过你找工作 真的 你找工作也没有那么烦 他在租屋也很烦 他要填什么呢 他要你填你的资料 你这个Visa何时到期 你来这里做什么 你来这里多久 他要填你 是你 上什么工 跟着呢 你有没有 NI 就是说这个保险 那 跟着呢 就 你要写保险 number 跟着呢 就是你有没有介绍人 reference person 那些 就是说 他的Agent 可以打到你那个 介绍人 喂 喂 请问呢 都笑呢 他以前交不交租的 那样 就是这样的 reference check 哇 还烦过你上班 很麻烦你在 这个英国 经Agent 那 还有你如果经Agent 你就知道呢 他会抽佣 但是不佣是包在租金里 所以其实如果你直接找个业主 应该便宜一点点 不过呢 就有些业主就想经Agent 所以他才会这样放出来 Supier 这件事不好 就是他所有东西都是经Agent 所有的盘都是经经Agent的 全部都是经Agent的 那 还有呢 有件事 小心重伏就是 他很多时候那些Agent呢 我不知道他的效率 工作效率差 还是怎么样 还是搞笑呢 他是 available from 这个日期 他是要10月30日才会放盘 但是他eer 就帮了出来 然后因为我试过一次 就是我打电话 我问 这个盘呢 我可不可以来看楼 他说 我想你要 在那个日子附近 才可以打过来 就是他说 他说 我现在其实不 available 这样 那你就不要放出来 就是 他要你 在那个日子之前 几天 他打他 才可以 预约到去看楼 他说 那我鬼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你了 我怎么知道 会不会突然间被人租出去 我吗 你这个盘好 假设我今个月我想走 是不是 我吗 你这个盘好呢 是不是 这件事我真的挺反感的 这个是我亲身经历来的 所以就 你自己要看清楚就是 他有时候那些 那些agent 他会放些盘出来这样玩法的 那 还有很多程序上的东西 都挺麻烦的 那 但是我想说 我是真的在supia 租到这里 我现在住在这里 所以就 大家可以参考 好 今天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讲一下其他的一些经历 拜拜